中央流行一级指挥中心现在除了积极寻找第19例感染源之外 17号开始也将启动加强社区监测 裁检扩大对象 包含14天内有国外旅游室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经过医师评估认为有必要筛检的对象 另外还有出现群聚感染的患者 以及抗生素治疗三天都没有好转的肺炎个案 都必须加强裁检送验 但是这恐怕会对检验量能造成压力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每天的检验量是830件 到2月底会增加到1300件 负押隔离病房也已经备妥 一旦疫情升温可以再增加2000床 万一不幸发生了大规模社区感染 全台也会有2万多床被检 在国外有旅游室的 只要有症状或者医师专业的判断 认为有需要 那就可以裁检 眼看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出现武汉肺炎社区感染的案例 再加上16号国内出现首例死亡确诊个案 我国防疫再升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要扩大裁检对象 以后无论是从哪个地区返台 只要有症状经医师评估 认为有需要裁检就得送宴 当然还要有症状 只要怀疑可能是这个病毒所造成的感染 裁检范围扩大对象有三大类 第一14天有出国时 后续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 医师认为有必要筛检的人 其次是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 而且有群聚现象 第三种则是使用抗生素治疗 第三天没有好转 找不到明确病医全部都要通报主管机关采样送宴 这是扩大范围检验能量足够吗 实验室的量能确实会紧张 确实会紧张 所以我前两天也跟大家也报告过 这检验的量能 我们也不断地加进脚步在提升中 我们目前正在协调配合政府 扩大整个检验的量能 一共有21家可以做 其实我们比起日本已经好很多了 检验能量将从每天830件提升到1300件 全台负压隔离病房 现阶段有650床 一旦疫情升温会再增加2000床 万一不幸发生大规模社区感染 也已经准备了2万多床备用 另外指挥中心近期也参考新加坡美国做法 从2月12号开始就扩大回溯采检 流感病发重症 而且检验为阴性的患者 总计113件检体 也揪出其中一件阳性反应 也就是第19例白牌计程车司机 指挥中心扩大采检对象 就是为了避免有漏网之鱼造成防疫破口 记者送报道